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着火怪物掉进了水里 围观的人更多了 并往水里丢食物 后来大黄一转身 看到那只怪物正在汗江边追着人咬 吓跑了所有人 这是为了救人 大黄和一个外国小伙奉勇杀怪 但是怪物比较强大 大黄只好带着女儿跑 可是不小心摔了一跤 女儿被怪物抓走了 大黄没多考虑并跳下了河 没能追上 此事件后对该区域进行了控制 一家人对小女儿的失去无比的伤痛 政府对在场的人进行了隔离 怀疑有病毒传染 并把大黄带回去做专门的研究 另一方面 有关部门正在对汗江面进行消毒工作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时 电话响了 女儿还没有死 被怪物带到了下水道 大黄一家找到了警察 请求帮助 可警察没有理会他们 大黄决定自己去救女儿 就这样 一家人逃离了隔离区 开始寻找女儿 找了地方黑市 买了几把枪和地图等装备就上路了 就这样来到了下水道 转了半天没有找到女儿的下落 另一方面 怪兽还在不停地抓人放到下水道 我想这是过冬用的吧 一心人 正无计可施时 窗外出现了怪兽的身影 经过殊死搏动 怪兽中了一枪 逃到了水里 没有子弹的他们束手无策 看见老爷子也被杀死了 大黄被抓回了医院 后来弟弟通过卫星找到了女儿的定位 地点远小大桥 在警察的追捕下 弟弟晕了过去 最后拼尽全力发了一条信息给妹妹 知道女儿的下落 正在打药的大黄奋力反抗 最后没有办法 只好挟持医生 这才逃了出去 抢了一辆救护的医护车 开了过去 另一方面 消毒部分研究了专门对付怪物的药 并准备对江上喷洒 但是该药物对人体有汗 引发了万人违抗 大黄来到了大桥 努力地寻找 下水道 正在下去时 看到怪物叼着女儿从上面经过 大黄上来就拼了命地追 怪物跑到了违抗的人群前 上岳后被消毒部门喷洒的药晕了过去 大黄立马上去 从怪物口中拖出了两个人 最后 怪物在一个流浪汉 倒了汽油在怪物身上 妹妹用带火的剑一下射中 怪物被烧死了 被拖出来一个男孩 一个女儿 可惜 大黄的女儿已经死了 那个男孩还活着 男孩没有亲人 大黄女儿死了 就受养了那个男孩 故事结束 好了 每日一部好电影就介绍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